話說剛才說到 曲添竹這個時候在想一件事 雖然說他看到的冥婚照 有可能是東北南和他的女朋友拍的 但始終最初那張原始冥婚照肯定是存在的 那張照片會不會在這間老屋裡拍的呢 如果說這個局 只是東北南設的,他肯定不相信 究竟幕後有一個什麼人 和這麼多來自天南地北的戀人過不去呢? 這件事曲添竹就想不通 在這個時候,東北南就走過來 他就說 現在給你十分鐘,你換好衣服,我現在出去 說完他就走出去了,並順手關起來到門 曲添竹看著那堆古舊的衣服 心想,這些衣服一定是百多年前 黃海德和葉子媚曾經穿過的 嗶嗶嗶嗶嗶他 還依氣有發霉的桑葬味道 哎呀,真的我的鼻子都不敢穿 他轉頭再看照正的屍體 他依然躺在地上那裡 另一隻腳是彎曲著的 很搞笑的造型 他的臉就另歪向一扁 曲添足的時候忽然想到 兩個人的身房都佈置好了 還有十多天就要舉行婚禮了 你說人是不是很化學呢 想著想著眼淚不爭氣又流了出來 但想著想著事到如今 他都不能再猶豫了 一會兒東北南就會進來 沒辦法趕快握緊時間 換好衣服再說 他跟著脫了衣服和外衣 把幾件女裝衣服穿上身 再穿上那雙瘦花鞋 戴上那頂古怪的頭飾 現在他就十足變成了冥婚照片當中 那個女人 他忽然很想照鏡 後來想想也算吧 他不想看到自己這樣的樣子 果然沒多久 東北南就回來 他看著曲添足就說 這件男人是你幫他穿還是我幫他穿? 讓我來吧 曲添足幫趙添穿衣服的時候 感覺到他的腳好像兩條木頭那麼硬 他花了很大的力氣 才幫他穿上一件長袍 東北南就走過來 幫忙把趙添上身扶起來 曲添足又幫他穿上馬垮 又帶頂禮帽 然後他偷偷地看了他的眼 看看看看 覺得他的樣子開始有點不像趙添 跟著 東北南就推了木架進來 和幾條麻繩就說 我前面那個男人 就是這樣把我女朋友動起來 跟著 他走過來把趙添反轉 讓他面向下 然後用木架綁在他的身上 又把人和木架一起豎起來 在木架下面 有個三角形的底座 趙添的屍體搖晃了一下 終於又真的站得穩了 做完這些措施之後 東北南就站在老式的影相機後邊 和曲添足就說 和曲添足猶豫了一下 美女 不好意思啦 過來拜堂啦 曲添足猶豫了一下 事到如今 難道不去嗎 終於走過去 站在屍首的旁邊 他看著影相機的鏡頭 眼淚突然之間又流了出來 東北南就有點不耐煩了 喂喂喂 美女 配合點好不好 趕時間呀 你敢我怎麼拍呀 我還要趕著回東北呀 大哥 我在這裡等你十幾天 好不好 專業一點 麻煩 見到他這樣說 曲添足終於忍不住了 他還是看著鏡頭忍不住在哭 最後東北南就離開了相機 坐在那隻龍的上邊 然後點口煙 拼命地不斷吃 曲添足哭了一會 終於就閉嘴了 我沒事了 現在拍吧 東北南就整色口煙 去到影相機後邊 搞了一會 終於將氣球這樣的快門 按了下去 搞定 換衣服 拜拜 講完跟著就出去了 曲添足用最快的速度 將身上幾件喪氣的衣服全部脫下 換上自己原來的衣服 東北南走進來的時候 他已經將趙正和假上邊解下來 並且幫他換好衣服 東北南和曲添足就說 我現在告訴你 這部影相機怎麼操作 因為你要為下一隊戀人做影相佬 好 這種老式影相機 操作起來 其實比數碼相機複雜很多 不過曲添足最後總選都明白了 東北南就拿出一張底片 又帶著曲添足走進了旁邊的篇房 關上門 打開了一盞鬼氣陰森的紅燈 曲添足這個時候才看清楚 原來這是一個古老的黑房 就在這裏充滿了那些相片 跟著東北南就開始操作 並且一步一步講解給曲添足聽 當曲添足和趙正的冥婚照片 在這種幽暗而秘異的光線當中 慢慢顯現出來的時候 他忽然間感覺到 自己好像看到黃海德和葉子眉在一張照片裏面 終於花近一小時的時間 這張照片充洗好了 東北南將照片掛在暗室當中 慢慢陰乾 跟著說 做完這件事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他跟著帶著曲添足回到正房 將趙正背起身 就說 跟我來 曲添足跟著他後面 小聲地問他 跟著下來要做些甚麼 做甚麼 處理屍體 怎麼處理呀 這個賓館總共有32間房 除了109 還有其他隔壁的操作室 剩下的房子都是用來裝屍體的 他這樣說曲添足又害怕了 這個賓館裏面 總共躺著多少具屍體 東北南繼續說 啊 我們現在把每道門都推開 哪道門推得開的 那你男朋友就放在哪個門 然後鎖上鎖 自然就會有人來處理 連肉渣都不會剩 我前面的那個男人就這樣告訴我 下一隊戀人入住之後 無論是誰洗誰都好 屍體都是這樣處理的 曲添足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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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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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很辛苦,想揹入109房間後,又把趙靜放在床上 又似乎扶著牆,大力呼吸 過了一會,他有點不滿地說 你不要等,按下按鈕,將房間升上去 在這個時候,曲添足算是完成了一半的任務 完事後,東北南是否馬上離開呢? 曲添足可不可以順利把下一隊戀人裝入局中呢? 欲知後事如何,我們明天回來再說